高雄建化工廠的員工 用稀釋過的化學藥劑陷害同事 被發現後鬧上法院 被告的員工用稀釋過的有毒藥劑 擦拭桌面 不知情的同事用手臂 肌膚碰觸桌面後 有可能被人體吸收 導致身體不適 而這種有毒藥劑 使用的化學藥品叫做鏽化 一定 生物實驗類的 這種才會用到 可能會有一點點橘子色 但是不會不會很很很深 這樣子 沒有味道 羞化一定是橘紅色的粉末 一般是使用在實驗室 是分子生物學實驗的染劑 因為會和DNA結合 被認定會致癌 這次被告的化工廠員工 他自認遭到職場霸凌 用稀釋過的化學藥劑 報復主管得逞之後 想要顧忌重施 用在其他同事的身上 卻被撞劍提告 其中女主管碰觸到桌上的化學藥劑 出現了皮膚養整 紅斑脫血 氣喘和咳嗽 判決書上指出被告基於傷害之犯益 冒用學校老師的名義 向生計公司購買 檢方依傷害罪起訴 到了法院審理 雙方同意調解 告訴人在判決前撤告 儘管最後是和平收場 但是對於蓄意商人的員工來說 這種報復手段 想必讓他之後跟主管同事的相處 更是雪上加霜 三立學院徐士庭 何振鋒 高雄報導 身穿白色實驗服 學生站在桌前 把化學材料混合 加上精油 用機器打勻呈現造化反應或是 液體慢慢從滴管低下 不斷搖晃 三角燒平 不到幾分鐘 溶液慢慢呈現淡紫色 這酸檢低定實驗在化學分析中相當常見 而化工作為所有工業的基礎 發展好薪資高 也成為高職熱門科系 出學後 化學當中比較有興趣 用我們學到的知識來去應用到我們做實驗 化工人才出入廣重傳統產業 石化 塑膠 機械到生物科技 化妝品 甚至是近期熱門的半導體產業 在製作晶圓的過程 都需要用到大量的化工材料 應用方方面面 可說是永不退流行的超航科系 做出實體的 其實都跟我們是蠻有相關的 像是半導體產業 或是它的上游特用化學品 招生上來說一直都是很穩定 化工課主任表示 學校每年招收將近70位學生 年年滿招 是工科直銷相當熱門科系 根據人力銀行薪資顯示 化學工程學類 畢業三年後 平均薪資 大學學歷4萬元左右 研究所畢業更突破6萬元 基層的平保人員到近年來 半導體產業非常缺工 甚至化工工程師等 今年高科技產業興起 化工科系討論度高 不過不只書本理論 手巧興起也是必要條件 想當化工人可要有所準備 三立新聞黃大衛成員 高雄報導